第185集 方寒用法力摄取起来的虚龙精山峰剧烈旋转起来 这座巨型山峰不知道重达多少斤 却被方寒用法力催动得如陀螺一般旋转着 带动得气流在黄泉途中刮起一阵阵巨峰 这座血龙精山峰虽然被炎汲取了不少血能 但是依旧晶莹剔透里面血能澎湃 八步龙王池 八步熔炉 天命求 木骨沉中 念珠 列天几 冥王府 全部给我出来 八步浮屠 方寒手连连挥舞 八件强大的绝品宝器飞了出来 靠近了高速旋转的血龙精山峰 方寒张口喷出了千丈火焰 把山峰和八件强大的绝品宝器融合在其中 按照天龙秘籍之中 八步浮屠这件法宝的最初安防手法 打出了种种印诀 方寒现在不是纪念法宝 而是把法宝拼起来 纪念八步浮屠 他现在还没有能力 要是在以前 他连把法宝拼起来的力量都没有 在他的火焰熔炼之下 血龙精山峰吸取了足够的火焰之力 一面突然塌陷下去 显现出了八个格子 这座山峰隐隐约约就变成了一个宝塔模样 八层浮屠 那八件强大的绝品宝器 一下镶嵌进的山峰之中 顿时就开始产生种种变异 变异的最厉害的是那一个小小的铜铃 居然爆发出石子一般的金光 交织成了一口大钟 悠扬的响彻起来 而那面大鼓也自动的雷响起来 咚咚咚咚咚 一声声震撼人心 却不是战鼓的杀气腾腾 而是木鼓的发人身形 这两件绝品宝器 在天龙秘籍之中 就叫做陈中木鼓 能够洗涤人心 驱除杂念 甚至如果这两件绝品宝器 晋升为道气之后 会和燃灯谷佛伞一样 度化众生 这也是方寒参悟了 天龙秘籍的练气手段之后 觉得天龙一族和佛门有些类似 于是用大日火灾 黑日风灾 换取大普渡禅光的原因 蓄龙经山峰和八件 强大的绝品宝器 终于在方寒强大的法力运转之下 按照天龙秘籍之中的练气之法 拼凑到了一起 构成了一件巨大的绝品宝器 没有错 还不是绝品宝器 不是道气 因为方寒还不是长生秘境高手 再多的绝品宝器 凑合在一起 也不能蜕变为道气 演化出强大的麒麟奶 不过现在 这件八部浮屠的雏形 显现出了强大的力量 毕竟是八件绝品宝器 一座血龙经山峰组成的威力 肯定强悍绝伦 单个一件绝品宝器 比如八部龙王尺寄出去 都能够抵挡住金丹高手 不过 血龙经山峰并没有缩小 还是那么巨大 所以 能够运用这件法宝的人 少之又少 而运用起这种法宝进行攻击 还不如自己的法力 来得快速 总体来说 这件八部浮屠的雏形 只能用来镇压 不能对敌 方寒 这么大的法宝 你怎么用来对敌啊 难道你把这一座山丢出去杀敌 这样可太慢了呀 算了 这件八部浮屠 我也没有指望对敌 方寒欣赏着这件八部浮屠的雏形 高大的山峰 一层一层的法宝 美轮美奂 方寒落到了山峰上 闲庭信步地走动着 就好像在自己轮回峰上 欣赏风景 诸多都满意 只是 这山峰的背部 光秃秃的一片 好像千丈悬崖 没有雕刻字 也没有什么图画 总觉得有些单调 方寒正想自己写几个字上去 突然心中一动 取出了五行之地的符路 手一晃 贴在了山峰背面 千丈悬崖峭壁之上 轰 这一下 整个血龙精的山峰都动摇起来 居然开始缩小 方寒大吃一惊 谁也想不到 五行之地那张会有六字针炎的灵符 一贴到血龙精山峰上 这尊山峰居然会蜕变 缩小 似乎是五行之地的灵符 其中一股神秘的力量 被天龙血脉引发 咔嚓咔嚓 山峰浓缩的力量 看着方寒目瞪口呆 以他现在的神通 凝聚成了金丹 九十种神通 法力之强横 可谓是长生秘境之下第一人 却没有料到会产生这种变化 可以穿梭五行之地的灵符 其中一直蕴含着神秘的力量 这他也知道 尤其是上面的六个自助语 似乎带着天地初开的神奇奥妙 不过 他却一直不能参悟 估计 现在的境界 根本无法参悟这么神秘的东西 这张灵符的奥妙 牵扯到了上古佛门大佬 镇压远古摩森的一些秘密 起码 也要等方寒 修炼到了长生秘境之后 才能看出一些东西来 在修炼大普渡禅光的时候 这张灵符曾经动弹了一下 但是随后就不动了 方寒就知道 是自己大普渡禅光太过弱小 无法引发灵符之中的力量 现在把灵符贴到山峰上去 纯粹是觉得山峰缺少了一些什么 这是灵机一动的想法 因为他觉得 五行之地的那座山峰 有点和血龙精山峰类似 所以就想着把灵符贴上去 在六字真言灵符的力量之下 庞然大物一般的血龙精山峰 这件八步浮屠的雏形 缩小缩小再缩小 宛如当初人黄笔缩小时的情况 以方寒的法力 要把这座山峰练得极小 现在至少是不可能 必须要修炼到长生秘境 甚至是领悟了空间规则之后 才能够办到 但是那枚灵符就有这样的实力 这件八步浮屠的雏形不断浓缩着 最后居然变成了八寸来高 一尊宝塔 宝塔一面是八种绝品宝器 另外一面则是六字真言的灵符 似乎两两已经融为一体 又似乎这张灵符找到了一种寄托 居然融为一体 方寒正在观察这种奇妙变化的时候 突然这座宝塔好像有灵性似的 要飞走 难道这宝塔产生着气灵 那就是盗气了 居然能够自己自动飞走 快快回来 就算你衍生出气灵 此时在黄泉图中 你也飞不出去 何况 就算不是在黄泉图中 我此刻的金丹笼罩之下 给你飞你都飞不走 方寒连忙用手招 一股铺天盖地的法力 笼罩过去 把这件蜕变出来的宝塔 笼罩住 他也不清楚 这件宝塔内部 发生的什么样的变化 居然能够孕育出灵性来 不过 对于这种情况 他却是知道了清楚 在炼制绝品宝气的时候 如果炼制到极限 转化为道气 那么这件法宝 产生出来的气灵 会有一股不甘束缚的天性 破空飞去 这个时候 需要炼气之人 以自身大法力 先降服之后 然后融入自己本身的意念 把法宝气灵彻底控制 这是新孕育的法宝 一些古老的法宝 如黄泉图 人黄笔 不灭垫符 甚至大荒鼓炉 却不是人炼化他们 而是他们挑选传人 方寒的法力 一下裹住了这八部浮屠的雏形 顿时 这件法宝猛烈挣扎起来 上面八件绝品宝气 都发出了震荡 尤其是烈天极 冥王府 催动出了强力的 宝光精芒 一件大幅的虚影 当头朝方寒 踢杀下来 烈天极则是若隐若现 突然瞄准了方寒的死穴 一击而下 方寒看也不看 手指连弹 两股星光轰击出来 形成了刀芒 却是炼星斩磨刀的神通 直接就把烈天极 冥王府的力量 轰击了回去 同时 他运转法力 把头上的金丹飞出 直接向下镇压 瞬息之间 就把这座浮屠 镇压到了黄泉河底 但是 这座八部浮屠 居然在方寒的金丹镇压之下 都波动不已 好像一条被锁住的上古 巨魔妖神 一个抖动 黄泉屠都摇晃起来 好强大的力量 五星之地的灵符 和血龙精山峰 八部浮屠结合之后 居然产生了灵性 不过 似乎不是倒计 因为八剑法宝 还是绝品宝器 只有血龙精山峰 似乎被渗透了某些东西 唱听网 有时候 聆听 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 别样精彩 3w.听85.com 方寒张口 再次吐气 眉心之中的世界之术 汲取了仙界元气 全部转化为了法力 绝大法力催动金丹 一阵而下 终于把八部浮屠 镇压住 深深地动弹不得 他现在的力量 接近一 一翼列马奔腾之力 无限地接近长生逆境 金丹之力 跋山列地 又在黄泉图中 占有地利优势 竟然镇压得住 八部浮屠 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 不过 他也惊讶 这件法宝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用神念渗透进的这件法宝之中 方寒立刻看到 血龙经山峰之中 所有的龙血之气 都在缓缓地凝聚着 似乎要凝结成一尊大佛的虚影 就好像是燃灯古佛伞之中的那尊古佛 不过 这尊古佛的虚影 却是血色 乃名符其实的血佛 气质和燃灯古佛伞上的大佛 截然不同 威猛无仇 双手何时 发出泛唱 如天龙弥音 其中又夹杂着 沉中目骨的声音 有一种和大普渡蝉光一样 度化众生的威力 不过 方寒和等修为 自然不会受其影响 原来是五行之地的灵符作怪 这道灵符 居然可以使得血龙经蜕变 里面凝聚出一尊血佛来 方寒观看着 就在这时 盐也凑了上来 仔细地观察着 被方寒镇压住的八部浮屠雏形 这才知道 这座浮屠并没有蜕变为道气 就是里面的一尊血佛在作怪 而造成血佛的乃是五行之地的灵符 这灵符居然有聚血成佛的力量 以我之血 镇压浮屠 方寒了解情况 连忙运功逼出了自己的血液 一喷而出 融入了八部浮屠雏形的血佛之中 随后 他就渐渐地明白了 这尊血佛是类似于血液之王的气灵 不过 并没有孕育出真正的威能来 但是 这座八部浮屠之中 居然在浓缩时 内部产生了巨大的空间 一层一层 一共八层 每一层空间都有方圆数十里地的空间 在每个空间中央都有一尊法宝在悬浮着镇压着 而在浮屠的最高层 坐着一尊面目模糊的血色大佛 口中反反复复的念叨着六子真言 每念一次 虚空中就似乎传来了一股神秘的力量 加持在这座八部浮屠上面 这股神秘的力量 不是仙界元气 不是封神之力 也不是任何一种天地元气 但却和大普渡禅光有些相似 而那张五行之地的灵符 还是静静地在八部浮屠的表面 方寒用神念一扫射 却发现这张灵符已经可以催动 通向五行之地 自己先前用大普渡禅光祭典 是激发了这张灵符的一种潜能 这才使得这张灵符和血龙经山峰融合 竟然把一座巨大的山峰缩小 里面的血能凝聚成一尊血佛的雏形 同时衍生出巨大的空间来 好好好 方寒 远古佛门的手段果然不同凡响 这张五行之地的灵符 我看远远不止空间穿梭的力量 这次居然帮助你把八部浮屠浓缩 凝聚血佛 同时在里面开辟空间 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这件法宝的初步祭练 而如果没有这灵符力量的话 除非你修炼成了不死之身 参悟空间奥妙 才能够浓缩血龙经山峰 言嘎嘎大叫道 此事非同一般 现在这点八部浮屠威力极大 介乎于道气和绝品宝气之间 不过 我感觉到这事儿有一些古怪 因为这件灵符脱离我的掌控 它似乎是在主动炼制法宝 有什么阴谋诡计 方寒沉生说道 对于这件灵符 它的确是不能完全掌控 本来 它想把八部浮屠炼制成自己的本命法宝 但是现在 却被这张灵符抢先炼制 虽然它把自己的血液 融入了尚未成形的血佛之中 但方寒却觉得 自己以后可能会为某个强大的存在 做嫁衣 这也没有什么 反正你现在也没有什么损失 至少能够运用这门法宝 镇压别人 而且 我觉得 这灵符完全是因为你的大浦度禅光 才发挥着作用 你不如 天天用大浦度禅光去炼制灵符 说不定 这灵符 就会为你把这件八部浮屠 重新完善 炎提出了建议 也只能这样了 方寒点点头 我现在 全身清洁溜溜 黑水王蛇 甚至连龙神丹都因为修炼金丹 化为了元气 离玲珑先尊的大寿较劲的 还过十天 我就要起程动身 到达玲珑府地 总不可能就只送一枚金丹吧 要拉拢关系 还要给一些女弟子送法宝丹药什么的 这倒是个老大男 炎也摇头 现在 方寒身上 就剩下一枚送唯一的金丹 其余的什么丹药法宝都没有 世界之处这些天际里的仙界元气 也消耗一空 并没有炼制成元英丹 你现在 你现在 虽然炼制成了本命金丹 但催动金丹 需要的法力 也是惊人 金丹 弹动 以下 法力 就滚滚消耗 哎 世界之术的仙界元气 刚刚够你消耗的 现在的方寒 可谓穷光蛋一个 八部浮屠已经和五星之地的灵符合二为一 万万不能送出去 而从龙宫之中夺取到的所有法宝丹药 也消耗一空 世界之术 每天积累的元气 他也要转化为自己的法力 不能炼制元英丹 他现在有五个石海 能够容纳多少法力 尤其是 他的金丹 蕴含了九十种神通 每运转一下金丹 都得要消耗无比巨大的法力 如果没有世界之术 仙界元气的支持 根本运转不了 如果现在 他把自己的金丹给别人 如鬼帝 黑衣物王等 这些高手只运转一下 所有的法力 都全部消耗一空 筋疲力尽 动弹不得 九十种神通的金丹 就等于是一座山 就算是神通力尽 第十种逆天改命的高手 也运用不了几下 所以 方寒每天汲取的仙界元气 都要储存在尸海之中 作为运转金丹神通的力量 他每一次运转金丹 消耗的仙界元气 足足可以炼制出 一万枚圆英丹 一万枚圆英丹的元气 就够方寒稍微运转一下金丹 这等消耗 谁消耗得起 这种神通 只有长生秘境万古巨头 才能够运用 要不是没有世界之术 汲取仙界元气 方寒就算修成了九十种神通的金丹 也运转不起来 反而是累赘 九十种神通的金丹 本来就是逆天的行为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世界之术 每天汲取的仙界元气 已经不能用来炼制元英丹 只能储存起来 作为催动自身金丹的力量 所以现在的方寒 已经基本上失去了日进斗金的能力 再也不可能去一下子就拿出百万丹药 十亿丹药 去接纳别人 买卖东西 强大也有代价 就好像世俗中的武道高手一样 能力虽然强悍 但也要每天吃好喝好 如果方寒没有世界之术 要催动金丹 不知道要准备多少法经玉石 每动弹一下 消耗的法经玉石 足可以让一个神通五重天人境的高手破产 方寒现在的总资产 就是一张黄泉图 一口磨刀血苍穹 还有五行之地灵符 八剑龙宫至宝 血龙经山峰 构成的八部浮图 虽然在宇化门的山峰之中 有一些护山大阵 如掩月剑阵 聚灵旗 五玉王顶 还有赶射星剑 一张洛星弓 但都是以后用来防备神族入侵的 现在给魔女操控 这些都不能给出去 到了玲珑福地 就只拿出一个金丹寿礼 那也太寒沉了 穷啊穷 想不到方寒 修炼成了九十种神通的大金丹 法力接近于异 却变成了穷光弹 如果再能够找到一块 世界之术的碎片就好了 方寒现在最迫切的就是寻找到世界之术的另外碎片 如果有大量的碎片 大量仙界元气 他催动自己的金丹更加灵活 而且还能够分出多余的灵气炼制丹药 长生秘境的高手 为什么虽然能够汲取仙界元气 但是却不能炼制丹药 就是因为汲取的仙界元气 刚刚供给自己消耗修炼所用 现在方寒也出现了这样的尴尬 刚刚好用 要不 我们干脆现在去五星之地 抓上几头玄武藤蛇猪 回来 当做礼品纵人 言说道 算了 五星之地也不是善类 我总感觉到那远古摩尊 有一些神秘 而且 太医们对五星之地虎视眈眈 太皇天那种高手 上次就差点在星空中 把我给杀了 如果没有拉拢更多的高手 去五星之地之前 我不愿意轻易去 要知道 我现在炼成了九十种神通的金丹 长生秘境有希望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所有努力 不全部白费了 方寒摇摇头 他现在的能力 不想卷入长生秘境巨头之中的争斗 那现在怎么办 我们先去大选帝国 找宜亲王 看看他有什么礼物 此次财力雄魂 还是找他 借势比较好 方寒打定主意 就在这时 突然一道星光降落下来 却是巨婴一般的星云宝宝 怎么 星云宝宝 你从太极星宫中出来的 这次给灵龙先尊拜寿 星主给了你一些什么礼物 方寒问道 就是三百粒星斗巨法丹 三百尾星斗兽 三百口绝品银器的飞剑 三百件 绝品灵器法衣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爹爹说 方寒大哥你财大气粗 我跟着你一起送礼去 星云宝宝 憨声憨气的道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梦入神机的长篇玄幻小说 永生 第一百八十五集 是由陈颂吴声武那波奖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 别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